各式包括领导满目 清品业异后复苏 其中又以爱马仕表现强眼 不准年营收节节攀升 全球超过两万名员工 每人粗估能领到四千欧元的奖金 相当于台币13.5万元 疫情过后之后的一个 恢复正常的消费情况下 消费者正常去购买商品 一方面他才用一个配货制度 是非常成功 以前大部分我们只有 波金跟凯利是采用配货的 普通以前可以买到包款 都是需要配货的方式才可以买得到 专家认为营收成长最大工程 是爱马仕的配货制度 强制消费者购入其他商品 累积足够金额才有买包权利 有助提升整体业绩成长 观察以后表现 爱马仕2021全球总营收达90亿欧元 2022增加到116亿欧元 成长29% 2023全年总营收来到130 CEO元超过台币4500亿元 存价幅度来到百分之十六 年营收稳定成长 但执行董事长却表示 爱马仕2024全球预估再涨价 它的品牌做法是跟 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这个品牌是不太一样 它是一针一线的手工商品 它的涨价幅度其实蛮正常 不会说很大 专家认为为了维持自家精品地位 韩涨势在必行 另外像是肖奈儿二十五公分经典款 一年间就从三十三点三万涨到三十五点三万元 雷迪迪欧尔周码款同样涨了三万 从十八万变成二十一万元 大包款LV Speed D35也从四点九万调涨成五点六万元 精品龙头各大品牌都涨价 除了精品包款 名标品牌劳力士百达斐力也传出价格将调张5%到8% 精品市场以后复苏供不应求 但这持续飙升的价格恐怕让消费者得花更多钱才买得到 华街新闻情绪组织站特别报导 哈喽 我是雷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